那哥特艺术的特征 然后十字形交叉的这种统类 然后是尖状拱 尖状拱 它不是圆拱 罗马是建筑的圆拱 哥特是一定是尖拱 哥特是一种建筑力气的改变 从这往下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大理石基础 一会翻开之后看 花窗看到了 花窗是哥特的一条成 然后实际上这本书 我觉得它 因为很多读者买这本书 它当旅行书去看 因为很多读者 比如说他去法国 他会去看一下卢浦宫 然后去意大利 可能会看一下米兰大教堂 然后比萨大教堂 这本书里面 就是有一百多个教堂 公布在欧洲的各地 然后你看这个 点型的哥特是建筑 哥特是建筑 实际上最典型特征 就是从拜里面看 又高 又坚又直 就高尖直吧 高尖直 然后你看 这典型的哥特是 这应该算哥特是保七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实际上 哥特它不止 这本书不止是 哥特是教堂 不是简单的小账 教堂建筑 哥特是的美术 哥特是的雕塑 哥特是的教堂 然后哥特是的那种工艺品 这里面全都覆盖 然后我们看一看 典型的哥特是 看这一页吧 就随便看这一页 蓝丝大脚堂 然后法国的这个蓝丝大脚堂 这个蓝丝大脚堂呢 实际上我们同拜里面看 仍然是高尖直 但是这个它具备了一个特征 凡是有玫瑰花窗的 基本上都是各套的大脚堂 你看这个玫瑰花窗非常漂亮 我们无论是在外面 还是在教堂的内部 我们都能够明显感觉到 它的存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拱 拱类 仍然是这种十字形的 这种交叉的尖状拱 然后从拱往下抖 每一条拱抖下来 我们都能找着大理石的基础 然后在罗马式建筑 大理石的柱子 它是圆的 正圆 就是一个当地柱 但哥特是建筑 所以它的柱子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复杂的 符合性的柱子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 它这种玫瑰花窗 我硬要你能感觉到 它就是一个特征的 又高有坚又直 然后而且你看 它的这个门拱 门拱也变成坚状拱了 门拱也变成坚状拱了 罗马式建筑就是半圆 它变成坚状拱了 又是坚状拱 然后又是花窗 而且又高有坚 我第一直观外观看到 它就是一个特征的建筑 我走着到内部去看 这些典型的哥特是建筑 池子亭交渣的古类 往下走大理之奇所 哥特是建筑 它是一种建筑力学的飞跃 建筑结构的翻页 它可以把空间变得很大 只不过里面就多了很多柱子 因为它那个人文主义那种理念 宗教的理念不同了 就是神应该是高高在上的 因为罗马式教堂盖不高的 罗马式教堂是半圆 那种结构是盖不高的 只有哥特是教堂 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可盖得无限高 但是哥特是教堂 可以盖得无限高 但同时又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它的结构 它的设计 它的时工 相当相当的复杂 所以说一座哥特是教堂的话 短了可能五六十年 然后长了的话 盖一座哥特是教堂 可能要五六百年 是这样 所以说一个家族 可能有几代人 比如说爷爷父亲 然后儿子 然后儿子的儿子 几代人可能要盖一座教堂 从家人的角度来讲 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城 这哥特是建筑 非常典型的特点 我们仍然能感觉到 这种 十字银的这种建筑工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这实际上 而且我们从外面看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 它读出了好多小墙 小的斜着墙 这样干嘛用的 就这种 飞幅壁 飞幅壁是干嘛用的 支撑墙体用的 你盖高了之后 外面有很多的小只 单片墙体支撑的 这叫飞幅壁 你看 非常典型 那就是建筑 然后这里边 我那天我看到了 柯隆大教堂也是非常震烦的 因为柯隆算是地标子的建筑 有一块花窗 然后麦瑟克玻璃很漂亮 然后在那个布拉格 布拉格广场也有一个 哎呀 输到柯隆就来了 你看 柯隆大教堂非常的高 非常的 这外面全是非伏壁 全是非伏壁 然后这个 而且它这种 这个门口变成了坚状的了 好 柯隆大教堂的内部 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高很高 那在里面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 你看这个椅子 椅子这个高度 然后整个教堂的高度 它是仰望的 神是需要被仰望的 这个柯特式建筑 柯特式建筑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不一一看了 各种柯特式 它的绘画 它的雕像 它的建筑 它的一切 实际上柯特式意识 它就是这个两三百年 它历史并不长 而且柯特式 这种绘画也不一样 跟别的绘画也不一样 包括这绘画 我们看一看 柯特式的这种绘画 人物形体一定是修长的 人物的形体一定是修长的 这是那个 凡德维登画的一个 是耶稣像十字架 凡德维登画的这幅 耶稣像十字架 是我看过的 最震撼的一幅 卡拉网桥画过 耶稣像十字架 但是凡德维登画的耶稣像十字架 但是凡德维登画的耶稣像十字架 就不一样 所有的人物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情感 从这幅画开始 凡德维登这幅画开始 人物的情感是非常的饱满 所有的人物的情感 调查 你看圣物 然后这是圣女 然后这是玛利亚 是玛特拉的玛利亚 我记得是 然后你看所有人物 包括这个助手 提头上的助手 表情都是凝重 都是痛苦的 所有人都是痛苦的 你看那种情维 凡的维生化的也和小徐将是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 看两个是吧 看什么 你看 那动物化都可以修长了 非常的修长 非常的优雅 而且科特是建筑 包括科特是美术 它一定是优雅的 有一种淡淡的优雅 科特是建筑 结束